台北市牧大区的居民 今天下午是在政大四围堂 举行守望相助大会 会中通过了告全体居民书 希望大家力行守望相助 发扬传统的美德 促进地方的安康和谐 他们也提出了直调共同坚守的原则 希望大家共同坚守促进地方的建设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易敬秋 也以牧大区居民的身份在会中讲话 同时颁奖给12名优秀的牧大区基层干部 免励他们对牧大区地方建设的贡献